實安會報開了沒 所以我政府一定實安 實安會報開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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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最近開的是哪一次 我們 你們最近開的是哪一次 你們最近開的是去年六月開的 這個 實安會報三個月應該開一次 必要時可以加開 那個負責執行的單位在教會部部 你是著急人 啊 最近台海上空氛圍不太一樣 那 不管是這個月份 共機擾台的次數 大概是歷來最多 今年以來 大概也有超過了28次 這個擾台的次數 以這樣的狀況我想請一下院長 就是 但是 最近很多人都問說 到底會不會打啊 甚至呢 這個共軍會不會來襲等等的 但我相信呢 以國防部啊 過去他們在監控整個台海的情勢 對武力犯台的徵兆應該很清楚才對 就我想請教一下 武力犯台的徵兆有哪些 跟委員報告 目前 武力犯台全面戰爭的這個發動戰爭的徵兆是沒有的 現在是沒有 這次方便狀況是正常的 那有的就是連來他的一些挑釁 所以以前你們才會講 比如說切斷金美的小山通啦 斷掉兩岸直航啦 切斷一切官方的交流啦 陸委會海集會這些的連隊全部切掉啦 然後他的這個兵力往東移啊 往東集結啦這些等等的 甚至海軍的艦隊編組陸軍陸戰隊空降大規模演訓等等 你們把這些列為可能的犯台徵兆啦 那我要請教一下院長喔 就是那以現在這一種頻繁的 共機的繞台繞台甚至飛越中線 算不算是這個可能犯台的徵兆 跟委員報告犯台有犯台的條件 對 那個具體的條件是什麼 部長你不能講 就是說犯台的具體條件是什麼 犯台域內陸的部隊 他後面會向前面集結 後面他內陸的部隊向海岸 向東岸集結 向東岸集結 那目前有沒有看到 目前是沒有 目前沒有看到 所以這方面的情質沒有 好那我再進一步問 請教一下 目前我們的戰備等級是哪一級 我問一下院長 等一下院長 你知不知道我們的戰備等級有幾級 這個委員是這樣 以我參加 因為我應該可以參加很高層次各方面 沒錯 我們台灣對於自身以及區域 相當有掌握 院長你作為一個最高的行政首長 雖然你可以講說國防是總統在負責 但是作為一個最高的行政首長 你必須知道我們的戰備等級有幾級 我們現在處於哪一個級數 我們現在的戰備等級是哪一個級數 因為我們政府當然目前常常講 我站到最後一兵一組啊 你也講啊 我拿掌握手跟你拚啊 那種氛圍啊 會讓人家覺得說好像很緊張 啊的確現在台海上空也很緊張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 從我們的戰備等級來看 我們所有的行政官員 你們到底知不知道現在台灣的戰備等級是第幾級 所以委員我們現在是經常戰備的等級 那剛才委員說起 經常戰備的等級在上一級是哪一級 展現保衛國家的決心 我知道啦 不要再一直呼口號啦 我不要呼口號我講的 戰備等級 部長在旁邊 經常戰備 對不對 我們現在還是經常戰備嘛 沒錯嘛 戰備整備咧 現在還是 還是戰備整備 兩期三階段 兩期三階段嘛對不對 現在是屬於戰備整備 經常戰備整備 在往上提升的層次是什麼 要到防衛作戰 到應急的戰備 應急戰備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二級戰備 1996的台海危機 我在金門就是二級戰備 背著槍睡覺 對著康徽 隨時準備出海 兩式動炮對準廈門 96台海危機 這是真的接近要打啦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院長 目前我們的戰備狀態 還有我們台海安全的狀態 到底是什麼狀態 清楚的告訴國人 部長 戰備狀態是什麼狀態 跟委員報告 我們會依據當前的情勢 現在是什麼 你只要告訴我今天的戰備狀態 好 經常戰備時期的戰備整備狀態 是 距離下一級 什麼條件 會要提升到二級戰備 呃 就是依當前的敵情的一個威脅的程度 什麼樣的狀態 舉例舉出來 比如說飛越中線 說不出來 飛越中線這個是屬於 經常戰備時期突發的狀況 我們在突發狀況有一些 突發狀況到什麼狀況 你要提升到這個 因為如果到二級戰備 院長你要知道啊 二級戰備就只差最後的全面作戰 就是你講的 拿哨子下去拼那個階段 拿哨子下去拼不是這樣 那個就是全面作戰的 這個委員你這樣講 不對 我講的不是這樣 院長 我要跟你講的是說 那你到底清不清楚 我們現在的戰備狀態 你是行政院長喔 官部不是跟你沒有關係喔 所有的部位你在帶領喔 你要很清楚 我們現在國家處於什麼樣的戰備狀態 還有這樣子的共機擾臺 在上空有什麼插槍走火的時候 我們到底是什麼狀態 你要讓清楚 國人讓國人清楚知道嘛 前面的委員有在問說 全民國防 全民國防很重要沒有錯 但是全民的訊息來自於政府給他 正確的訊息是什麼 你要傳達給民眾什麼樣子的 國家意識跟安全意識 你要很清楚啊 這資訊要透明 要告訴大家 否則 資訊不透明的狀況底下 第一個 我們誤解的 我們誤判的情勢 這是非常有可能的 第二個 再來下一個問題 這是更嚴重的一個問題 我們除了在目前這種狀況自我克制以外 我們還有什麼樣的方法 因為你們有修改啊 第一集改為自衛反擊嘛 把第一集的做法改為自衛反擊 第一集跟自衛反擊不是等號 第一集講的是在戰爭狀態 剛剛委員所講的 這個硬機戰備 硬機戰備 全面作戰 這個時候的第一集 我們包含了先制的反擊跟攻擊 這已經戰爭狀態非常明顯 那是硬機 所以其實我知道現階段 大家都希望自我克制 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包括你們給國軍下打 其實也是同樣的 就是為了避免擦槍走火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有什麼樣子的做法 能夠確保我們的安全 我們有定突發狀況 各種狀況的處置規定 通過中線到我們本島 我知道 你那個細部的作業規則 我不跟你在這邊討論 民眾感受的是一個大氛圍 民眾要了解的是 我在什麼樣子的狀態底下 我們的和平狀態 跟戰爭狀態距離多遠 我覺得民眾必須要很清楚了解這件事情 沒有經歷過戰爭邊緣的人 是不曉得那個狀況的 部長或許你經歷過了 我們都在有 國務的網站上都有公布 然後每天都會有 他如果過 但是現在民眾其實不瞭解 他真的不瞭解 我們剛剛講這些他也不知道 民眾清楚的想要知道 只是說現在到底微不危險 那如果你剛才界定的 這一個經常戰備跟戰備整備狀態的話 其實他距離戰爭還有兩級 到全面作案是還有兩級 對不對 甚至是比96塔爾危機 如果以現在的戰備整備 96塔爾危機是升高 外島是升高到二級的 我們現在沒有 我們現在沒有 對不對 所以這方面的狀態 我覺得應該清楚讓國人知道 他還知道他在做什麼樣的準備 再來 談到戰備當然就必須講到武器 最近媒體有寫到說 美方打算出售台灣七種主要的武器 這個是真的嗎 委員 美國依照他的台灣關係法 提供我們防衛性武器 這個是一個正常的一個機制 現在目前正常 這些武器裡面 是不是真的 這七項 因為還沒到公告的時機 這裡面的類人我們不方便評述 他只要智慧國會 我們一定會公告 那我請教一下部長 基於台海軍力的失衡 對方對岸跟我們 我們有沒有想要採購攻擊性的武器 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在我們的防衛 因為依照台灣關係法 他提供的是防衛性武器 我們就是沖繩嚇阻 那剛剛委員說講 但是因為這兩年來 台海情勢的改變 加上美中之間的對抗 是不是美方有在考慮 如果我們提出攻擊性武器的要求 他們會出售 因應情勢的變化 在這一方面跟委員報告 雙方都有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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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等於說間接證實 這樣子的一個調整 它是在發生當中的 對不對 也要維護整個區的安全 有做調整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會不會落入軍備競賽 會不會落入軍備競賽 就是我們的武器採購 到底要到達什麼樣的地步 還有 台海的安全 是完全只能靠軍購嗎 只能靠軍備嗎 還是其他方法也必須同步進行 否則我們會落入一個 無止境的循環當中 我給各位看一下 到 從106年到現在 我們投入了百億元的軍購的項目 加起來 到現在 準備還要付錢的大概6600億以上 這個還不包括你剛剛提到那七項要買的 我們現在加起來 106年 陸海到現在 陸海空軍各項的武器採購 就有6600億這麼多 還不包括其他的 還不包括現在這七項要採購 都還沒有 所以我們今天談預算 如果落入軍備競賽 那這個武器採購 然後我們的國家預算 我們吃得消嗎 有辦法負擔嗎 院長 這個事情很嚴重 委員 我們國家 政府 絕不跟任何其他國家競賽武器 我們是基於保護國家 國人的安全 有必要的相關的防衛性武器等 我們都會做組準備 另外也從國王自主 福祉產業 大家一起來保護國家 所以這一次 我才說 我們的武器採購 我們必須保有自己的選擇權 沒有錯 現在或許是賣方市場 但是也不是賣方叫我們買什麼 你就買什麼 不是 你要想啊 剛剛賴文也提到 我們現在每個人出生 背23.3萬的債 這要下去的話 如果我們採購的 又不是我們想要的 我覺得我們對不起後代子孫 但我們有舉債也有建設 所以有負債也有資產 就好像你買房子 有買房子 這個買房子不一樣 也有房貸 這一樣 那個院長 國防跟買房子是不一樣的 這是不一樣的 只有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 靠很多種方法 那當然 不是只有靠馬武器 對不對 明年的軍公教已經不調心了嘛 對不對 國家財務困難嘛 對不對 那未來 千萬不要說 再留子孫 也不要說要來加稅 也有建設留子孫 這個 加稅來買武器你同意嗎 不會 就是 像買房子也有房貸 一樣道理 但武器也是基於保管錢最重要 我剩下兩分鐘啦 我最後讓你看看民意在想什麼就好 做一個院長你應該要聽民意啦 根據新新聞的統計啦 當美中衝突的時候 台灣應該怎麼站 七成二認為台灣應該保持中立啦 不要選邊站 那最希望美國幫助台灣什麼 我告訴院長 53.7%是希望 美國幫台灣加入國際組織喔 加入國際組織喔 再來才是跟台灣發展經貿關係 再來才是成立軍事同盟 再來5.7%是希望美國賣武器給台灣 賣武器是在最後一項 最上面那一項叫國際組織啊 希望美國幫忙台灣加入國際組織啊 結果 美國衛生部長來了之後宣布萊豬啊 陳時中部長也是說 他在他來了之後他才被通知要開放啊 然後我再讓你看一下民眾對萊豬的看法 百分之六七十幾乎七成 不管不管誰做的民調啦 美麗島電子報昨天也才公布啦 這個號稱偏綠的喔 我跟你講 都是六成五成以上 把食安列為最重要的 食安列為最重要的 甚至都不是把 把說跟美國的這個經貿啊 FTA等等列為重要 都是先顧食安 所以最後30秒 我只想問院長一件事情 食安會報開了沒 所以我政府一定食安 食安會報開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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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最近開的是哪一次 我們 你們最近開的是哪一次 你們最近開的是哪一次 你們最近開的是去年六月開的 這個 食安會報三個月應該開一次 必要時可以加開 那個負責執行的單位叫衛服部 你是召集人 而且食安會報直施跨部位協調 食品安全風選評估跟管理措施 建立食品安全的預警跟積合制度 好 謝謝 我們今天來跟那個機會 我先喝了 不想要茶 你的回想要再喝了 我先喝了 你是水平和科研 你自己想要喝了 你不想喝了 你不想喝心 我不想喝了 你不想喝了 你不想喝了 你不想喝 你不想喝 你不想喝了